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书写的经文应如何处理才如法 这个书写的要看它的价值 如果使这个书法写得很好的 写得很工整 这个经书可以作为艺术品供养 你家里面珍藏也可以 送个寺院或者送个图书馆都很好 假如写得不是很工整 或者是用铅笔 钢笔写的这些 可能人家就不愿意收藏了 自己收藏了就很好了 这是一个纪念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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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